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买B级车的人啊 很少有人会去选择2.8V6的帕斯特 打开发动机舱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辆车啊 07年上牌 我们看到发动机舱盖有拆卸的痕迹 右侧翼子板有这种二次喷漆之后失光的现象 也就是说这辆车的整体的外观覆盖件不是特别的好 前面的水箱框架有过拆卸的痕迹 但是这辆车的主结构 也就是左右纵梁没有任何的问题 也就是排除了重大事故 这台V630伏的2.8自吸的发动机 190匹马力 大家不要拿它和奥迪的比啊 08年奥迪它有2.8自吸V6 那台可是210多匹 从调教 从整个的发动机的这种技术上面 那台要远远高于这台 这台是可变气门证实系统的一个多点电喷的发动机 也就是说它会更稳定 但是像这种3.0V6的这台发动机 它的动力是有上限的 是有天花板的 那台直喷的2.8的奥迪的技术比它更先进 它是整个的一个配器系统的一个可变的一个技术 这台没有 可能只差一年 可能当时出厂是在一个时间段 但是这台2.8的和那台是有天差地别的区别的 大家不要说觉得是一样的 其实不一样 这辆车的五速的手自一体的变速箱 在帕特领域上 不管是1.8T还是2.0还是这台2.8 变速箱很稳定 所以说你不用太担心它的动力总成的问题 唯一的问题就是烧机油 当然啊 这台V6的30反的发动机 它的烧机的现象也要比1.8T的轻微的多 不是说不烧 它能够在我们整个一个换油周期里边 它的消耗量是我们可以接受的 这辆车当时落地31、2万 目前市场价格多少钱 两万左右 甚至啊 它卖不过1.8T的 为什么 坐进车里跟大家分享 首先啊 车门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差别 但是这辆车到座椅这个位置之后就不一样了啊 我们看到的是这种真皮加上这种翻毛皮的这种搭配 座椅记忆 电动座椅 主驾驶方向盘 10目的啊 真皮包裹10目的 然后啊 定速行航 多功能按键 包括说这辆车车头的一个大灯清洗 有的 然后我们在中间看 10目的这种中控台的这种设计啊 ESP这辆车是有的 ABS ESP啊 整个的车身稳定系统都有 前排的座椅加热 主副驾驶的座椅加热 有 原车的多叠CD 原车的这块屏幕 原车的导航啊 这都是原车的 然后我们看到自动空调 然后五速的手自一体的便服箱也是这种石木包裹的啊 这种排挡杆 V6非常明显的这种镀铬的啊 非常有档次感 前排给大家介绍完了啊 还有蓝牙电化 这都是车的标配啊 这辆车当年的配置啊 原有高于同年份的雅阁的最高配 当然雅阁的3.5才能跟它去拼 因为这辆车2.8V6的一个发动机的一个配置 目前这辆车啊行驶20多万公里 轻微烧机油一定是有的啊 德系车 这个公里数下 能达到目前的这个发动机变动箱的状态 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 车身排出中大事故啊 整个车的内饰如果说轻一轻 应该还是很漂亮的 坐进后排跟大家分享一下后排配置 好嘞坐到后排啊 我们能看到的主副驾驶的气囊 包括说侧气帘啊 这个主副驾驶的座椅上都有 后排的影音娱乐系统 后排的头枕上 分别有两个这种DVD的一个显示器 有的 后排的出风口 有的 石木的这种装饰板 后排的座椅加热 有的 然后我们看啊 后排的这个扶手 也是这种石木包裹的 大家看到啊 原车的遥控器 控制这两个屏幕的 原车的遥控器 然后啊 就是2米8的轴距 西部空间啊 三全是有的 如果说现在我们能够花 两万来块钱买到一个车况 很好很不错的 当然啊 我说是到手不用添钱的 2.8的V6的帕特斯 那一定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享受 不管是开起来 开起来这辆车非常的稳 还是乘坐 包括说整个车内的配置 这种舒适性的搭配 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但是啊 它仍然没有1.8T的好卖 为什么 1.8T一年的车传税和交钱显示多少钱 可能1000多 1000多 够了 这辆车要2000多 包括说整车的一个维护保养 这种车车铃大了之后 你会发现什么 你会发现 它的车身有很多很多的传感器 我们插上电脑 读它故障码 比如说 一钢二钢 三钢四钢五钢 包括ABS的左前右前 左后右后 这些传感器 大众的车 德系的车 你不能插电脑 插上之后会有很多的问题 一些舒适性的配置 比如说大灯清洗故障 比如说 左侧车门故障 车门锁故障 等等等等 都会给你爆出很多 如果说你要挨个修 那你一定修不过来 这钱就多了去了 所以说买这种车 我们要考虑的是 我日常的一个费用 要考虑的是我们 养车的一个费用 这种车养起来不便宜 虽然说是六钢 2.8 动力也好 五速的手自一体的变速箱 没有那么费油 这辆车没有那么费油 但是你要知道 它毕竟是一台六钢的 你要去承担的这种 养护的成本 就会高一些 这样的车 重点都是在车的前部分 其实车尾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只不过车尾有一个V6的标 后备箱空间400升左右 所以说 你不用太担心 它的空间不足 这样的车配置非常的高 前后的座椅加热 是一些很多喜欢老车的朋友们 一听到这个车 都说是好车 但是买这种车的朋友 一定要要结合着自身的需求 它是不是一辆过日子的车 能自己来订 好不好朋友们 想了解更多的车身价 了解更多的汽车知识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大飞陶车记 跟我们留言提问 我们会不定期的给大家 集中的回复 好了 这期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